普京突然发起特别军事行动 让世界惊掉了下榜 这场战斗当中 谁是赢家 谁是输家 泽连斯基会不会被迫下台呢 从战场的形势来看 俄罗斯显然是赢家 战斗民族下手快准狠 短时间内让乌克兰的军事能力 遭受重大打击 战场形势虽然好 但是俄罗斯接下来会面临 史上最严酷的经济制裁 如果说以前的制裁 西方还留有余地的话 那么这一次按照拜登的话说 西方将对俄罗斯采取毁灭性的制裁 包括冻结俄罗斯在西方的所有资产 限制俄罗斯使用美元 欧元 英镑和日元 从事全球贸易等等 都说俄罗斯已经被西方制裁习惯了 但是层层加码长期制裁 还是会对俄罗斯形成巨大的压力 本来俄罗斯的GDP就不及一个广东省 接下来更是要咬紧牙关过苦日子了 美国为什么会沉迷于经济制裁 因为美国认为不断地加压 就有可能导致内部变化 以压促变 就看俄罗斯能不能撑得过去了 从美国的角度来说 这一战当然是丢了面子 伤了软实力 之前说的花好倒好支持乌克兰 结果呢 泽连斯基在演讲当中可怜巴巴地说 没有谁与我们并肩战斗 乌克兰不得不独自与俄罗斯作战 乌克兰的今天就是美国棋子们的明天 谁还敢相信美国的承诺呢 但美国也并非没有赢 政治上美欧再度团结起来了 能源上北溪二号悬了 美国一直很烦德法和俄罗斯的眉来眼去 这一下一起收拾了 以后欧洲可能会更多的 从美国进口石油和天然气 再加上多给欧洲国家卖卖武器 美国反而可能大赚一笔 那输得最惨的当然是乌克兰了 上了美国的贼船 结果丢了乌东部两个地区 军事力量遭到重创 在全世界面前出镜洋相 这笔账要算在谁的头上 泽连斯基难辞其咎 他现在是美俄乌三头都不讨好 俄罗斯自不用说 美国可能视他为弃子 乌克兰也有议员呼吁他下台 普京之前说过 这一次特别军事行动 莫斯科致力于乌克兰的 非军事化和去纳粹化 去军事化我们都可以理解 去纳粹化是什么意思呢 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发言人 佩斯科夫解释说 就是要让乌克兰摆脱纳粹分子 亲纳粹人士 亲纳粹思想 那么去纳粹化包含实现 乌克兰的政权跟谍吗 佩斯科夫当时拒绝回应 记者的这一提问 由此猜测 如果换一个亲俄 或者中立的领导人 俄罗斯肯定是欢迎的 但是俄罗斯也清楚 目前乌克兰的民族主义情绪在上升 亲俄政治势力上台难度不小 因此短期内 德莲斯基可能地位上稳 但是从中长期来说 还要看各方的持续博弈